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愿意分享 我要和你分享圣经里面的一段记载 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摊子 耶稣怎么样帮助他呢 这个摊子我读给你听 他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这个人被抬来 显然这个人摊得很厉害 他自己不能走 他还不是扶来的 是抬来的 摊子 一个摊子他恐怕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能动 他的头脑可能很清楚 他可能很聪明 但是他无能为力 他可能觉得我要喝水了 那水就在那里 我就过去 可是他没办法过去 那种无能为力 我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在我的这一段生病的过程 有两次我的血压掉到六十四时 你知道六十四时对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去陪伴一些临终的人 那个血压掉到六十四时 通常我们就会跟家属说可能要准备 我自己变成六十四时 就是血压掉得很厉害 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的头脑其实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身体虚弱到一个地步 你就是没有办法 我是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里面去 我那时候脑子很轻盈 还在想说 我怎么会搞到要用救护车送到医院去呢 可是不叫救护车 你就是没有力气 你站起来那时候 我在家我儿子说服你 没办法 所以救护车送去 那种感受是很特别的 你都知道现在应该站起来 现在应该下楼 现在应该上车 现在应该去医院 你通通都知道 可是你做不到 那个知道却做不到的无力 是人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 一种心中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那是身体 其实年纪越来越大 我也越来越觉得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是总是在生病 未必是身体上的无能为力 但是我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低下头来想一想自己 我们都会承认 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 也是让我很无力的 是让我很无能为力的 面对自己 面对家人 面对儿女 面对我的一个坏习惯 面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些 我明明知道不应该跟他在一起 却离不开的一些感情 生命里面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觉得 我知道 可是我做不到 无能为力 你知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就是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帮助我去面对的 还不是身体上的软弱 是我生命里面的无能为力 而这么长的时间 我最深刻的经历也是 他帮助我 让我经验 在我无能为力 我不能 但是靠着他 凡事都能 你也一样 靠着他 真的 凡事都能 我跟他一样 你也看不见